你的心地就是你的福气 劳自有言 命有我力 福自己求 福气不是天定的 是自己修来的 你的心地决定了你的福气 谦虚之心 古人云满朝损 千受益 一个人自满就容易招致或患 相反谦虚总能获得益处 曾国藩人生大病 只一傲字 一个人一旦 傲气十足 墓中无人就容易错估局势 从而忽略即将到来的危机 失去即将来临的机遇 杯子空了才能装水 人须起心才能容 容人才能拒人 拒人才能共识 老子上善若水 水山力万无而不争 储纵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人知道自己的能耐 贵在有自知之明 这样的人不出风头 不会首当其冲 一个人缘 修养 学识俱佳的人 有什么道理福报呢 宽容之心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慈悲不是修养 它源于智慧 所谓宽容 不是宽容别人 而是要先宽容自己 正是因为懂得了自己的不完美 才不会苛求别人 才不会苛求别人完美 人心地宽和 不会沉沉于自责 更容易放过自己 也更容易放过别人 善良之心 积善成福 一个人坚持不懈的行善 虽然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伴随着你的善行 人们慢慢开始信任你 靠拢你 善良成为名片 无论做什么事情 周围都愿意帮你一把 这就是福气 不从小善做起就没法成圣 不要轻视小恶 以为没有罪过 小恶慢慢积累起来 足够悔调一生 敬畏之心 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敬畏 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们绝不去做有被良心的事 在有所敬畏的年代里 人们谦逊手里 失去敬畏的年代里 坏事胜出不穷 因为失去敬畏 人们便敢于为所欲畏 朱熹君子之心常怀敬畏 敬畏就是对一切 神圣事物的态度 孔子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 人有了敬畏之心才谈得到良心 责任道德才能形成责任感 事业心只有做到了这些 社会才会不断进步 不忘初心所谓初心 是所有人最初的理想 目标和准则 在经过风雨的垂打 岁月洗恋后 是否能够我心依旧 一个人心地善良 谦虚 宽容 对人对事保持敬畏 不忘初心 这样的人不需要上天额外的赐福 因为这生活本身就已经是福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